云南最适合养老的三个城市 各个气候宜人、环境舒适 昆明市 昆明别称春城 是中国西部地区 重要的中心城市之一 中国重要的旅游、商贸城市 截至2020年 全市下辖七个区、三个县 代管一个县级市和三个自治县 总面积21012.54平方千米 常住人口850.20万人 实现地区生产总值7222.5亿元 昆明市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昆明属北亚热带 地位高原山地季风气候 为山原地貌、三面环山 南冰滇池、盐湖风光齐立 由于地处地位高原 而形成四季如春的气候 享有春城的美誉 临仓市 临仓地处云南西南部 地处蓝仓江与木江之间 因濒临蓝仓江而得名 是昆明通往缅甸阳光的路上捷径 临仓地处横断山系木山山脉南沿部分 属滇西纵谷区 亚热带低纬高原山地季风气候 水资源丰富 是国家重要的水电能源基地 云南重要的浙塘和酒叶生产基地 居于世界茶树和茶文化起源中心 是普尔茶云产地和滇红茶 大业种征青绿茶的诞生地 中国最大的红茶生产基地 和普尔茶云料基地 中国最大的澳洲坚果基地是 临仓是瓦族文化发祥地之一 居住着23个民族 先后荣获中国十家绿色城市 中国最佳事宜居住城市 中国恒春之都等荣誉称号 昭通市 昭通位于云南省东北部 地处云、贵、川 三省结合部的乌蒙山区腹地 金沙江下游沿岸 昭通历史上是云南省 通向四川、贵州两省的重要门户 是中原文化进入云南的重要通道 云南文化三大发源地之一 为中国著名的南丝绸之路的耀冲 素有所越南巅、咽喉西蜀之称 是云南连接长江经济带 和成于经济区的重要通道 是内地通往南亚、东南亚 和云南通往内地的双向大走廊 昭通是一个吉山区、革命老区 民族散杂区为一体的市 截至2020年11月1日临时 昭通市常住人口为509.26万人 2022年昭通市地区生产总值 达到1462亿元 人均生产总值28932元